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上一段影片,我们用官方提供的 Realistic Rendering这一个范例 来介绍世界大纲,Word Outliner 以及细节,Details这两个面板 而在这一段影片,我们将透过 重新建立这个范例场景的方式 来介绍剩下的一些重要指令 那也顺便给大家当作一个练习 我们先开启一个新的关卡 如果你的电脑跑得动的话 你不妨把Realistic Rendering 这个专案先复制一份 然后同时打开这两个专案 就像我现在画面上 这个是Realistic Rendering 这个专案 然后这边是复制了这一份 我们可以在视窗的右上角 看到我们现在开启的是哪一个专案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再选择开启新关卡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随时切换到原来的关卡 来做参考 那其实你也可以直接重新开启 原来的Realistic Rendering 这个专案 直接开启这个专案档 那本来在游戏开发的过程当中 就可能有很多团队成员 会同时开启一个游戏专案 不过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冲突 而且我们目前并没有用到一些专案管理的软体 来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我比较建议还是用这样子复制的方式 那这样子两者之间就不会有冲突 那在切换的时候呢 除了透过在工具列这边 这样子的切换方式之外 那有一些键盘 可能允许你利用下我现在画面上的这种方式 很快速的 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专案视窗 那在Windows 11里面 这样子的功能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标准功能了 不过我们现在这边暂时用的还是Windows 10 这里我们先删除掉新关卡里面原有的地板 然后我们把内容抽屉把它先固定住 这样子比较方便使用 然后我们打开Archifist这个资料夹 Archifist是Architecture Visualization 建筑视觉化的缩写 其实它就是建筑渲染 那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新的专有名词了 那在这个资料夹里 底下我们看到这边有像是IES Materials Mesh Textures等等 这些不同的资料夹 我们看到资料夹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是做什么用途的 像Mesh是放模型 Textures是放贴图 Materials是放材质 IES是灯光等等等等 那这边我必须要再强调一次 在任何媒体制作的专案里面 把各种素材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资料夹 而且替资料夹取一个有意义 而且大家都懂得名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资料夹的名称 它一定要有意义 像是这边的Mesh Materials Textures等等 就是有意义的名词 而不是像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会把资料夹取名叫MyWork 或者是用日期 那甚至有些人喜欢用E23 APC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资料夹名称都是不合格的 通常比较有规模的公司 会对整个专案的 不管是资料夹还是档案的命名 都会有严格的规定 就像我们在上一段影片有提到过 比如说在党名前面加上M 就代表是材质 或者加上SM 就是代表Static Mesh等等 那即使公司没有这样子的规定的话 大家也一定要学着自我要求 那另外一点更重要的 就是绝对不能够用中文 来当作这些资料夹或者是档案的名称 这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要强调三遍 免得再有人用这个Windows内建的新资料夹 当你在Windows底下建了一个新的资料夹的时候 这边就出现中文的新资料夹这样子的名称 那为什么不能用呢 一方面当然这样子的名称 它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二方面更重要的是在Unreal Engine 以及很多像是Maya等等的这些 我们在媒体产业经常经常用到的软体 它们都不支援中文的名称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Mesh这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是放着各种各样的3D物件 那如果这些物件名称 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名称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在这一堆名称里面 辨别出哪一些是跟我们的房间有关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SM Wall Piece 就是代表墙面 那所以这边有Wall Piece 1 Wall Piece 2等等等等 那这几个都是代表墙面 然后还有像这边我们看到有Floor Piece 那就是代表地板 还有Seating Piece Seating是天花板的意思 好那所以刚刚我们跟大家讲的这几个 就是构成房间主体的这些3D物件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3D物件一个一个拉进来 不必特别依照什么样的顺序 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Seating Piece拉进来 那拉进来之后呢 我按下在Location后面的Reset这个按钮 那这个动作就会把这个物件回复到 它当初被从你原本使用的3D制作软体里面 导入到NRio的专案里面的时候 它应该Site的位置 然后我再往下在这边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地板 那也同样我把地板拉进来之后 Reset 这边先看一下天花板的部分 大家会发现说这个天花板 怎么大部分地方是透明的 可是这边有一块是有颜色的 这个再提醒一下 因为我想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学过其他的3D软体 以我们亚大这边来讲的话 各位同学在上个学期已经学过Blender了 那其他很多朋友可能也学过3D Studio Max 或者是Maya 那这边我们看到像这个天花板 我这样子转过来的时候 现在看得到天花板 但是地板又变成不见了 这样子就看到地板 天花板不见了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3D制作里面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面 任何一个face 有所谓的发向量 Normal 那发向量朝外的那个方向 它的表面才会被渲染出来 我们才看得到 如果像这边它的面的朝向跟发向量刚好是相反的时候 那从我们的视线看到它就会变成是透明的 这个再提醒一下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发现它会对我们整个场景造成一些影响 也就是说像天花板地板等等这些东西 它在现实世界里面 它是一个有厚度有实体的一个物件 但是在3D建模里面 我们只建立 我们在场景里面真正看得到那个部分 也就是说它会变成是只有一个面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 好 这个是天花板跟地板 那我们再往下 现在我拉一个墙面进来 我们拉进来的时候都不用管它拉到什么地方 随便拉就好了 然后再按下这个reset 好 那现在其实大家就可以开始发现 这个地板跟这块墙面是接在一起的 那这块墙面又跟天花板是接在一起的 好 这个并不是偶然的 那我们现在再把其他的墙面也一一的都这样子拉进来 然后reset 拉进来再reset 好 那现在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已经把这整个房间给全部都做好了 现在绕到中间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完整的房间 当然这边还需要加上门等等等等 好 那它们会接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 这个是我们在输出这整个房间物件的时候 这个导入导出的指令 它自然而然就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这个部分我们在之后有关场景设计的影片里面 讲到室内建模还有模型的导出的时候 会再更清楚的来解释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先记得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在之后场景设计相关的影片里面 讲到室内建模还有模型的导出的时候 会再更清楚的来解释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先记得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一个房间呢 通常不会只输出成单一的物件 而是拆开成为不同的墙面 那最主要的是这样子会更有利于修改 好比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要放一个电视 而是可能要加一个壁炉什么的 那我们只要修改这个墙面就好了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就是组成这个房间的所有墙面呢 它们会有一个共同的描点 我们可以看到我选到不同的墙面 它们的描点通通都还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跟其他房间里面像是桌子啊 椅子啊等等的这些物件不一样 因为通常这些物件啊 像这边这样子的一个瓶子的物件呢 它的描点会是在这个物件的底部中心 那其实如果我们把房间整个整体 看成是一个物件的话 那它的描点仍然是在这整个房间物件的 底部中心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会把它拆开成一个一个的墙面 那这两点不同就会造成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的一些设定上 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把这些墙面这样子组合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把它看成是单一的物件 那所以举例来讲 如果我现在要把所有的墙面都选起来 那如果以现在这个例子来讲当然不难 因为现在这边物件并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我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专案的历史来讲的话 我现在如果要把构成房间的所有墙面都选起来的话 就很麻烦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物件 那当然有一部分的物件可能因为名称的关系 它会在一起 所以这样子我可以很快的把它选起来 那但是天花板又在另外一个地方 地板又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它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方式可以把它组合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组合起来 而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 就是透过这个Word Outliner里面的 新建资料夹这一个功能 那现在我已经把它的这几个面都选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资料夹 然后有一个加号这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它就会把这几个部分 这几个部分它会把它统统拉到一个资料夹的底下 那这个资料夹 我在这个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Edit 选择Rename 就可以修改它的名称 这个修改名称的指令 对于资料夹或者普通物件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部分把它称作 比如说我就把它叫做Room 我把它叫RoomMesh好了 那所以之后我只要不管我选到任何的物件 那当我需要把整个房间选起来的时候 我只要在搜寻列这边 打room 那我就可以搜寻到这个RoomMesh 那我找到RoomMesh之后 我从这边的Select 然后选择All Descendants Descendants是指它的子孙 就是在它的这个阶子以下的阶层 把它选起来 那这样子这个动作 我就可以把整个房间一起选起来了 那现在我回到刚才的关卡 我就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些墙面全部都选起来 然后放到同一个资料夹底下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墙面这边 我们有天花板地板 但是其他的墙面 叫做1234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到底哪个墙面是哪个墙面 那一般来讲 比较好的房子 可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 坐北朝南 也就是说窗户的方向 应该朝向南边 会比较好一点 那所以我就把这一面墙的名字 我在这边选择Edit 选择Rename 然后我把这边改成Wall South S-O-U-T-H 那这个就是南面的墙 那这个方向就应该是东面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Edit 这个底下就是CopyPaste等等这些 那这边有Rename 东边是East 那这边小块的部分 我可能就暂时不管它 因为我们这是做一个功能的展示 那这边西面的 这样子的方向我是选不到它的 但是我可以直接从这里这样子来选 或者是我把它转个方向之后 那我就可以连选到这一面了 那总之这个部分 我就把它改名叫Wall West 然后这一面墙就是北面的墙 那刚刚我是用选择这个Edit Name 那在跟平常我们更改名称一样 我如果选到一个位置 然后在这边再稍微点一下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直接来Rename 那这样子我就把这几个墙面的名称都改掉了 那现在我们来在这个房间里面稍微走一下 我按下Play 这边我们可以用滑鼠这样子上下左右 调整我们的视角 那如果要前进后退的话 一样是用WASD 那至于说我们刚刚所一开始 到底为什么会站在那个位置呢 那其实是由这个物件 Player Start这个物件来决定的 这个物件就是代表说 当我们按下Play 一开始的时候 玩家角色应该要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除了用这样子很简单的 这种导览方式之外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专案 加上一个第三人称的游戏模组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第三人称角色的方式来控制它 那这边我就按下这个Add 然后选择上面Add Feature or Content Pack 在这边我就选择第三人称角色 按下Add 那就加进到这个专案里面了 我们可以从Content这边看到 在这个地方加入这几个资料夹 就代表我们有了第三人称的专案 那现在我们把它关掉 但是这样子它不会自动使用第三人称的模式 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在Settings这边有一个Word Setting 在Android Engine里面Word其实就是关卡的意思 所以我们选择Word Setting 那它内定会是放在Details面板的旁边 在Word Setting下面这边有一个Game Mode Game Mode Override 它完整的名称叫Game Mode Override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往下选择Third Person Game Mode 那有关这个东西我们要等到 另外在Blueprint里面我们再来介绍 那在这个Introductory 就是简介的课程里面 我们就不说明它 我们直接引用它 那引用了之后呢 对于一个关卡而言 它就在按下Play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Player Staff 这个物件代换成我们的第三人称的游戏角色 那现在我先记录下目前的这个视窗位置 等一下会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现在Set一个Bookmark 0 先记录下这个位置 那我现在在按下Play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第三人称角色会出现 但是它会穿过地板 那穿过地板之后 游戏引擎会判断它会一直往下掉 所以它就会停留在刚刚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书签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边它为什么会穿过地板呢 因为我们的地板本身 没有这个碰撞阻挡的能力 它不会阻挡住玩家角色 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选到这个地板物件 那现在这边是Watch Setting 我要先切回到Details这边 透过底下Static Mesh这边的搜寻功能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板物件 之前我们这个地板物件都是这样直接拉进来 现在我们在这边按两下 就会打开一个新视窗 这个视窗我们称作Static Mesh Editor 静态网格的编辑器 那它其实它并不是什么编辑器 它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观看这个静态网格物件 然后可以来设定它的一些参数 那有关这些部分 比较多的我们会在介绍材质的时候 再来做介绍 那这边我们现在只做一个动作 就是在上面的选单 Collision这边 大家会看到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会把它拉到 拉到跟关卡编辑器并排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切换不同的视窗 那如果这样子拉下来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独立的视窗 它会挡住关卡编辑器 所以通常我会这样子来使用 那现在我选到Collision这边 然后我选择 AddBoxSimplifiedCollision 加上一个简单的方块碰撞 加上这个之后 然后我按下存档 那现在再回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的地板就不会被穿透过去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按下Play 那我们的玩家角色 就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走动 如果你走出去了 它一样是会掉出去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这边我们也大概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玩家角色的身高 大概是188公分 它是以西方人的身高去设定的 那这个门的高度都符合这个角色 所以我喜欢用这种方式是 因为这个时候 之后我们放任何东西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跟玩家角色之间的大小比例的关系 那我现在再切回到这个位置 好 看样子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介绍完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先暂停一下 我们在下一段影片再继续跟大家介绍下去 谢谢大家